電視劇大時代曲《中人山》,秋冠效應終於在人人皆知的情況下, 完全相反未播前,不者到他啟播後會升, 結果真係升了數日有很多人一雙情願以為劇集播完就會升, 結果今日就大跌419點大結局一集,丁鞋慘敗, 最多人質疑的,史開史之時丁鞋帳面已有近二千點利潤, 為何不平倉?其實者很平常,基本上就是散戶心態, 當投資者本身已被洗腦,認為市況已毫無疑點地一定的, 絕對不會因為市況跟自己與其不同而作出修正, 結果就會看多一陣,愈看就愈不憤,因而錯失了計數的機會試想上, 2007年的股災,跌市前大部分人都贏了不少, 但為何最終都要連本大利書稱?其實當年是有很多機會給大家計數離場, 指示偏執、貪婪等深魔,導致大勢已去之後才醒國投資情緒影響市場 投資市場是一個博弈的市場,分析市況絕不能盡以基本因素或常理來作為一的依據 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羅伯茲·羅伯茲勒, 當時提倡行為金融學說behavioral finance而成名金融市場的波動, 除了市售內在價值所缺的外, 在大程度上是受投資者行為所影響市場的非理性、情緒、心理, 到時連市場升跌的主因故此,要解釋市況的升跌, 單從基本面的消息是不足夠的, 事實上亦證明了此點現金的金融市場基本上被龐大資金立體操控, 投資者既要清楚知道基本價值外,更加要掌握著市場的情緒及行為, 特別是操控者的部署及施路。